內地新冠肺炎肆虐 疫情也蔓延到全球各地 甚至因此出現了一波排華潮 令到身處世界各地的華人受到歧視和欺負 有見及此 已經在內地發展了很多年的女星雍雄 就為華人發聲 在微博錄片為醫護人員和華人加油打氣 希望所有奮戰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能夠平安凱旋 武漢也不是孤軍作戰 全球華人為你打氣加油 武漢停住 中國加油 武漢加油 在影片中 除了為醫護人員打氣之外 他還有說到 不要說這個病毒叫做武漢肺炎 請大家放單個歧視 病毒是人類的共同敵人 大家就應該攜手共同戰勝疫情這樣說